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理软件 适用于从事设计和视频特效的机构 包括电视台 动画制作公司 特效公司 个人后期制作工作室 以及多媒体工作室 在短视频兴起之前 A1是专业人士制作动态影像设计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 自从短视频时代来临 A1逐渐走入到大众的视野 成为了大众也能够使用的特效软件 现在很多播主用A1来制作短视频特效 例如抖音上的特效类网红播主 他们是在用PR剪辑软件的基础上 加上了A1做出来的特效 使画面更具有视觉冲击力 让平平无奇的作品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 抖音本身自带的各类特效效果 如变脸 化妆 滤镜 都是通过A1提前完成 并且变成模板 然后类置在抖音软件上供大家一键使用 让大家拍摄的短视频看起来更有趣 那么A1到底可以做什么呢? 能完成哪些效果呢? 这套课程会对A1有一个详细的讲解 到目前为止 A1是全世界运用最广 使用人数最多的合成特效类软件 A1的两大主要功能 第一 视觉特效 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光效、火焰、雪花等等特效 第二 运动图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MG动画 我们先来看看视觉特效 视觉特效的英文简称VFX 是一种通过创建图像和处理真人拍摄方位以外 镜头的各种处理 特效往往设计真人镜头和计算机深层图像的合成 以创建虚拟的真实场景 在视觉特效里分为 1. 粒子、烟雾、火焰、破碎等动力学效果 2. 抠像合成 3. 跟踪摄像机 4. 三迪软件的结合合成 5. 调光调色 我们来分析一下各种视觉特效的概念 1. 粒子、光效、烟雾、破碎、火焰等 都属于自然界里面存在的一种非固定形态 我们都可以通过A1的外置插件来模拟制作 2. 抠像合成 在后期制作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一类素材 人物在蓝布或者绿布下表演 我们需要把人物去掉蓝绿布以后 合成到另外一个场景下 这种移花接木的操作方式 就是我们所说的抠像合成 3. 跟踪摄像机 跟踪摄像机就是运算出现实中摄像机 在真实世界里的移动旋转等数据 然后导入到我们的图形处理软件中进行处理 这个概念很多同学没有感觉到它的重要性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两组画面 同样一个物体 如果没有好的跟踪摄像机数据 就算做出再逼真的虚理物体 也无法融合到拍摄中的画面中去 4. 3D软件的结合合成 A软件毕竟只是一款合成软件 我们还需要三个软件来制作一些 现实中不存在的物体 比如说钢铁侠里面的钢铁战衣 终结者里面的人形机器人 这些现实中不存在的物体 我们就需要三维软件 比如CSD来创建 创建以后 我们再把创建出来的图形 和实拍画面进行结合 这个就是3D软件的结合 5. 调光调色 调光调色 虽然不是AE里面一个很大的功能板块 但是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因为我们在制作实拍三维合成的时候 会发现三维物体和真实拍摄的人物颜色上 有很大的出路 这就需要调光调色 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视频素材 融合在一起 达到真正的以假乱真的效果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大类型 运动图形 运动图形顾名思义 就是图形的运动 几何图形按照特定的要求变换位置 但是图形的形状本身没有产生改变 运动图形分为文字动画和图形动画两种 1. 文字动画 文字动画就是围绕主体文字进行演绎出的动画形式 2. 图形动画 图形动画是通过图片视频或者各种形状来演绎的动画形式 文字动画和图形动画都属于影视包装的范畴 影视包装是目前多媒体时代用的最多的一种影视表现形式 不管是电视剧的片头 还是综艺节目的转场 还有电影里面的字幕都称之为影视包装 那么影视包装也是同学们要接触后期制作里最大的一种类型 各位小伙伴听完了A1开课的第一节 是不是有一种像摩拳插掌跃跃欲试的感觉 学会了A1的技术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各种特效短视频 像抖音短视频黑脸V密码大叔一样 在朋友圈展示自己 获得更多的朋友关注度 另外可以接商业广告 MG动画兼职副业接单赚钱 提高额外的收入 大家记录一下我们这节课支持点总结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